看书写字 打电脑 桌上都摆一个台灯 小心会不会危害自己的身体安全 因为台北市就有人买了台灯回家一摆 发现说怎么搞的 开灯了以后呢 就会一直闻到臭味 这样子对于自己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要赶快来关心这个台灯 可能出现什么样环节的状况 开灯 看书 这款热卖台灯市面上号称不炫光 眼睛看似顾到了 消费者却抱怨 头却越看越晕 使用到半小时大家就 你整个人就没办法再使用 为什么 因为太臭了 整个头都晕了 季先生去大卖场买两个台灯 花了快6000元 发现台灯用酒有臭味 消费会送检发现 台灯释放臭味浓度是0.09ppm 符合环保署规定 但在欧盟确实不得检出 离谱的是台湾没有相关法律科管 加上这款台灯释放的气味 还有16项会发现有机化合物质 在密闭空间使用 台灯释放浓度快速增加 有相成效应 现在有很多不同的化学物质 这些化学物质基本上来讲 我看的都是很担心的 其中有好几个它是属于 我们所说的具有干毒性的这个物质 那也有化合物发现 里面是会造成所谓 Lukemia 类似血癌 这样的这个成分在 你们这边内部是不是应该也要做一些检讨 或者是有危机处理 是立于这个我们材料的这个改善 这个客树的情形是 从刚开始到现在是有非常明显的下降 业者表示 类似台灯产品从2001年开始 7年来卖出40万台 直到最近累积10人投诉 或许就是看准消费者相信大厂牌品质 得过且过的心态 纵容业者这几年消极的处理态度 中天新闻传播 台北报道